YA 主宰走爆 這是最快最獨家的成為 YA 那變態建築裡面主要有幾個大的特性 第一個就是通風換氣不良 是最大的問題 通風換氣不良就是可能都市比較密集 也有可能就是像我們台北市是在噴滴滴行 那本身空氣流淌就沒有那麼好 也就是外部空氣不夠好 室內的設計又沒有足夠的通風換氣的流動的路線 那開窗又不夠理想 所以就空氣比較會滯留在我們的空間當中 第二個現象是室內裝修材料還不夠健康 所以我們期待未來要做改善 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從觀念上環境使用上就要做改變 第一個居住者要對他想要住的環境要有健康的觀念 他買一個房子或者是找室內設計師來裝修他的房子 希望能夠要求對方給一個健康的環境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第二個是我們的產業界可能也要改變 我們有很多的室內裝修材料用到很多膠 用到很多木板 用到很多油漆塗料 他們是不是都不危害人的健康 這是產業界要自覺的一個概念 我們從今以後希望我們的產業界提供出來的建材 提供出來的設計裝修的構造材料 都是很健康的 這樣才不會危害居住者的健康 我們台北科技大學其實跟建設公司 或者是一器產業的 或者是建築師事務所都有做產學合作 那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當然就是我們政大建設 跟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的產學合作計畫 因為算是第一次我們把健康這個概念 能夠完整的定出一套評估的指標系統 讓建設公司可以落實在建案 而且這是實務的案例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性的案例 目前為止在台灣 還沒有健康建築的評估指標系統 是屬於公部門的 所以我非常感動我們有一個私人的建設公司 願意來啟動為了我們居住環境 自己先訂出了九個重要的評估指標系統 來要求我們的室內設計師或者建築師 來達到這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非常特別非常特別 完全自主性的來推動這樣的觀念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好 那未來期待可以帶動全台灣來推動有關於健康居住環境 這個發展我覺得非常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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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